Hello 大家好,Rai1です 今天一早的更新 算是花了相当多时间 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 然后就把这个Version 5.6.0给更新完成 以及有一个40处MB左右的资料下载进来啦 其中内容的话我们就稍微来看一看吧 这个Update 基本上应该是跟之前看到的没差啦 修业改善 就那个睡眠老街王嘛 再来就是技能翼 开放演出中也是可以操作 以及其他的不聚合修正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边的话 Maintainance 这边又有问题啦,刚刚不久前 就一部分的玩家啦 中段的关卡在开的时候 会让我们的那个软件强制强制关掉 然后进入不了游戏这样子 还有一个追忆直屏的那个极限在基站 也是有问题 过后会再次的做 做补修这样子啦 应该会有一颗龙石左右吧 然后今天Maintainance的龙石是三颗啦 已经发到我们的礼物箱了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版本5.6.0的更新啦 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资料下载内容啦 首先的话第1点这一次的更新带来的变化就是我们 游戏的icon 多了一个世界同时campaign这个字眼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去年好像有换成那个纳美悟空是吧 我记得好像有换成纳美悟空 然后 今年 今年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小失望啊 竟然没有新的icon 这有点小可惜 就长得这个样子啦 大家的游戏 游戏icon就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特别 然后就是我们的倒数图出来啦 那个倒数活动 明天应该是明天开始 7 6 5 4 3 2 1 这个样子 可是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7 6 5 4 3 2 这6天 全部都是纳美克星篇章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重归了2021年的全球活动 怎么又是纳美克星篇 只有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的倒数 才是克维拉登场 然后这张克维拉 还 特别没有气势 嗯 这张克维拉按照 discord里面的人讲 好像是 额 霓宝石的克维拉来的 骂骂骂骂骂骂骂 这一次的这个倒数图 不是说不好看啊 就 前面的6天会比较让人 嗯 我们失望 虽然说去年也是一样啦 从比克那个帮悟犯党纳帕招那边开始 一路叙述到这一次的篇章故事是什么的来源 其实是可以接受啦 科威拉会来到地球跟悟空做对决 也是因为弗里扎被悟空给干掉的关系 这边的话就是前面六字的那个倒数图 也算是跟玩家交代这一次故事的起源 其中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第四天的那一个倒数图 那个悟空实在有够帅 从那个悟空大家可以想到什么接受吗 没错就是隶属的愤怒悟空变成成超赛悟空的时候 他的必杀动画 卡克耶 帅到炸裂啊 这样想来应该是稳了吧 悟空的那个极限这 应该啦 胡思万想一下 希望啦 希望可以真的是 极限在觉醒 就是这个样子啦 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OK 这边之外就是比较重点的啦 我们的回忆龙石 Memberlia龙石 真是入党啦 那个3看到没有大家 第三次推出 从2020年 2021年 然后到今年 2022年 然后他的结算日期也是在这几天里面啦 要开始结算的 明天19号应该是活动正式发出来 再来 再来就是 他会告诉我们 几时开始到几时结算 这个样子啦 这个就稍微等一等就好了 Memberlia龙石 期待期待 然后 诶 纪念券 世界同时 Campion 纪念 那这个一推出来的话 其实有些人会搞乱成这个 50枚一体的 以为是这个 但是这个就是像我们 周年庆子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纪念券 可以七年抽的那一个 然后里面偶尔有机会可以抽到 LL卡 全看运气那种纪念券 这个是纪念券罢了 而不是我们的那一个这个 50枚然后LL一体 对这个50枚LL excuse me 对这个50枚LL一体啊 BIGUP三体啊 这个的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认为是 处置任务啦 然后 通过活动 每一弹的活动拿到券 最后50券 然后可以抽几连 就不知道啦 这个 就等着看看吧 到时候再 看官方怎么推出啦 大概是明天或者后天 如果是 活动正式开始才会有这个东西的话 大概就是要等到26号 要等到26号才会有它的正式公告出来 如果是已经可以开始收集的话 那么明天的公告应该就会有啦 是9号 嗯 这个就稍微稍微的期待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最长老的那个指引又来啦 比贵仙人的关卡还要高4倍的吉利来提升连接 又是一个链连接的好关卡啦 到时候就是贵仙人转1000 然后这个最长老再转1000 非常棒 而且也是有任务 最后还可以拿到老界王 嗯 非常非常的棒啦 这个东西 我个人才蛮喜欢这种关卡的 然后派派那些角色进去 就可以稍微拿一点东西 然后最后嘛 这边就还有一个新增的东西 应该说不是新增 然后超级让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啦 嘿嘿 Dokhan Scouter 就是这个 它即将加开新的任务 虽然说这边任务我个人是 全部已经是非常幸运啦 有朋友帮忙过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当时有帮忙扫描的朋友 Dokhan Scouter 然后 到时候又会加开新任务啦 哇这个真的是 又是一个地狱啊 到时候大家就会看到 诶 怎么说 QR God QR God 到处都是QR God 妈妈妈妈妈 这个是 会追加的新任务啦 妈 这个东西就 比较 比较 看运气吧 能过的就过 嘿嘿嘿 妈 就是这个样子啦 妈 原本以为这个是 会是好东西来的 结果就有一点普普 然后这一次它追加的任务 大概 9颗龙石啦 应该又是要大量的玩家 去开新的账号 账号啦 明年 明年应该就是 确定可以是私下载啦 观众一直强迫我们开新的小号来 来弄这个东西 哈哈哈 呀呀呀呀呀呀 就 就等着看吧 就等着看吧 那 大致上这一次的 资料下载的内容就是 这一些啦 嗯 OK啦 妈妈妈 就 接下来就正式的期待 到死七天 然后正式的活动开始 呀 最后最后啦 越接近越期待 真的是 嗯 OK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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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咱们 咱们 感谢观看